最近国拼结束了澳门世界杯的征战 孙颖莎王楚清他们将会继续备战沙特大满贯的比赛 冲击五个项目的冠军 在这一次的备战过程中 就在最近孙颖莎和王楚清之间的友情关系 再度受到很多球迷的关注 目前在前国拼世界冠军方博的直播间中 这个话题再度引发热烈的讨论 在外界吸引了非常多的关注 首先大家很清楚 在过往的比赛过程中 孙颖莎和王楚清一直是混双的王牌搭档 自从这几年搭档以来 两个人的默契越来越好 孙颖莎和王楚清组合平平夺得世界冠军 现在更是高居混双项目世界第一 所以对于很多喜欢沙头的球迷来说 自然就会幻想 王楚清他们两个人有没有可能走到一起 有没有可能已经超越了朋友的关系 就在最近在前国拼世界冠军方博的直播间中 有沙头的CP粉直言不会提问方博 询问对方孙颖莎和王楚清他们的恋情传闻是不是真的 面对这个问题 方博的回应非常有意思 他说孙颖莎和王楚清的问题你不要问我 这样的问题你们可能比我更加清楚 因为他不方便回答 而且非常搞笑的是在看到球迷提到这个问题之后 方博一时语色说话 唧唧无无 有些结巴 有些难为情 不知道方博是知道某些内情不能说 还是看到王楚清这个问题非常无语 所以只能选择这种逃避的方式 回复球迷的留言 当时其他CP粉看到这位球迷在直播间提问这类敏感问题的时候 不少人都觉得非常疯狂 非常大胆 纷纷在直播间刷屏说 这个球迷是好样的 从这一点来看 证明还是有很多CP粉 是真心希望孙颖莎和王楚清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的 当然球迷的幻想归幻想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其实之前不管是钱国拼教练 还是业内的朋友 都已经否认了这个说法 认为他们两个人只是同事和队友的关系 孙颖莎两人根本不存在外界所幻想的那种所谓恋情的关系 毕竟孙颖莎和王楚清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专业的职业运动员 所以在比赛场上肯定会想方设法磨合 配合默契 长期一起集训比赛 王楚清和孙颖莎的关系肯定非常不错 但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已经超越了友情的关系 再者说了 孙颖莎这两位年轻球员都是00后 现在正处于职业生涯巅峰 他们肯定希望追逐更高的梦想 实现职业生涯大满贯 所以对于王楚清这些职业球员来说 在实现自己的终极梦想之前 一般都不会太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所以对于球迷来说 希望王楚清和孙颖莎 这对金童玉女走到一起是好事 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猜测而给球员造成太多的困扰